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相信大家在2018年那时候电影 电影想必已经掀起一波催泪热炒 而且这部电影还是吉登布丁的定情电影呢 这是我跟我男友第一部看的电影 他们第一次约会就是看这部电影 然后我在他旁边哭 哭在他怀里哭这样吗 但他们那时候还没在一起 所以是定情电影 很想哭在他怀里但不好意思 蠢蠢欲动 手都不敢牵 那我真的要讲耶 今天接到这个赞助 我真的觉得是天地宇宙能量到我们身上 因为这部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影集版 这个剧组的强大阵容里面其中一位是谁呢 就是我BB 就是Apple的BB 就是你BB拍的 因为你BB之前有一段时间 很难得在台湾拍戏 就是这部戏 而且不得不说这部戏应该是精心后制 因为过了蛮久的 再加上王敬我也是蛮熟的 那邵欣我也是蛮爱的 还有柏杰 蛮帅的 你知道我在看的时候 因为我已经本人是全部看完了 对我们三个人都已经就是抢先看过了 对因为这样才能跟你们聊 然后我在看的时候 我一直觉得 邵欣源好可爱啊 王伯子也好帅 就是有难以做决定 对那因为他在 谁要给你选啊 谁要给你选啊 选屁啊 又是把我选的 怎么样 就会看 好看巨人的心声 好处 you know 对对对对 对因为他是在10月22号 已经在Netflix独家上架播出 那么除了我们刚刚讲到 王敬范少勋王伯姐以外呢 他其实这次还有邵雨薇曾少宗 以及姚义提临显演出 对 然后你们应该还记得2018年唱红 那个主题曲的就是天生歌姬 阿灵 这一次阿灵又再次单纲演出以及演唱 对而且他都是戏份蛮多的 蛮多的耶 对啊 因为毕竟是影集 我在这边直接先跟大家爆一个雷 就是影集很好看 哈哈 因为就是 我想说是要爆什么雷 吓我一大跳 爆一个雷就是他们会死掉 我跟你讲真的 没有就是主男女之交本来就会死掉 应该是说我觉得 我觉得这部戏就是 如果你当初看过电影版的人 你会就是很好进入状况 没错 对你就不会想说 是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不会因为你很快就可以进入状况 然后我觉得影集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因为他的故事线变多了 对 细节变多 你看到电影 你看电影的时候你会觉得说 好像少了一点什么 对 好像有一些是没有讲到的 我跟你讲 影集版 全部讲得清清楚楚 没错 就是一种铺陈 我觉得这个感觉很像什么 你知道吗 看YouTube影片跟听Podcast 哦 哦 因为同样的新铺 因为可能影片 YouTube影片就只有十五分 十分钟 那十分钟得要给你所有高潮 对 可是Podcast 我们可以陪你们聊四五十分钟 所以你们就可以听到故事的起承转合 对 而且还有一个点我自己这次看的时候发现 就是他其实在角色的人物设定上 对 个性也好啊 是 然后一些故事背景 他其实都有做微调 对 所以你不会你如果看过电影 你不会有一种只是去看家长家后版 不会不会 他其实已经算是同一个故事架构 但是写出了另外一个感觉的故事 而且我还蛮喜欢有一个点 就是他有新的角色支线 然后这个角色支线的戏份很重 而且用这个新角色支线呢 再去带出原本的故事 对 所以我觉得算是在影集版 在剧本这个方面 其实下了蛮多功夫的 我觉得他有一种很强烈的目的 要让看电影影的人 不要觉得他看过一样的东西 没错 企图性超小 我觉得这部 我觉得蛮喜欢的 而且这样每一集的节奏 也就是不会太拖沓 就是我觉得他都抓得很刚好 对对对对对对对 因为其实韩国也有电影 然后台湾也拍过电影 所以他可能觉得这个剧本 大家已经耳熟能详 大家就是知道 K跟Cream 就是男主角跟女主角 他们的故事 所以甚至 我觉得这一次 就是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 我甚至觉得男女主角 其实就是新加入的王伯杰 跟邵雨薇的角色 我甚至觉得他们两个更像男女主角 我也觉得 因为他们戏份蛮重的 在中间的地方很重 但是我想提一个我自己很喜欢 因为其实如果有看电影 你们就会发现那个医生 医生其实就是轮为工具人的角色 对 很可怜 可是这部戏里面医生 他其实角色算是蛮立体的 对 尤其因为这次姚乙提 就是那个CINDY 她那个摄影师女友 因为她的电影里面 感觉就是个渣女而已 对啊 她就是被安排成渣女 然后就是你知道 就是外遇什么什么之类 然后最后收割 来办展 可是其实在这里面 因为我这所有角色 我最喜欢的就是CINDY 因为她就是泼辣 她就是命 她泼辣 然后她又很懂得生存之道 因为她 她其实有给她这次的那个渣女 套上了一个合理的解释 就她是爱着医生的 可是她其实是有一些她自己的 人生规划 人生规划 跟一些不得已的地方 对 因为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 但其实我看电影的时候 我当初心里面 其实有一堆问号 就我的那个问号 我也是啊 我的问号可能就觉得 我的问号可能就想说 你刚好不跟她讲就好 这些事情又没有怎么样 跟影集厉害咯 编剧在这边给你三个掌声 因为三个就是很多了 因为我们三个嘛 就是我觉得编剧很厉害 她透过其他角色的视角 包含里面有个Bonnie CINDY 她们都会提问 而且那个问题可能就是观众 观众的疑问 因为她可能听完K的计划以后 她就跟K说 那你告不告诉她就好 可是这样子就多了一个 让K解释的机会 就是她可以去说出 她为什么这么做 她为什么这么做 然后我跟妳讲 这件事情又很契合 我们Podcast的宗旨 就是这世界上 有很多种价值观 是 其实那就是K跟Cream 她们的价值观 对 然后因为她又铺成很多嘛 就包含就是Cream 失去佳人 K也失去佳人 然后K被抛弃 等等的这些东西 所以你自然可以共感说 好我可以理解 你害怕失去这件事情 因为可能对我们来说 我们会觉得如果失去 可能就是把握 可是问题是因为她们可能 经历过那么多次的失去以后 对她们而言 失去是一件难以再承受的事情 对 编剧很强就是她透过不同的角色 去讲出了不同观众 我在赛他们可能当初 看了很多那个电影的那个评论吧 评论吧 很多人骂的 很多人骂这个电影的问题 因为确实有些人可能会觉得 电影可能不够厚 就她的厚度可能不够 但我觉得可能就是碍于时间的问题 因为悲伤需要堆叠 诶我真的不得不说 这部剧情蛮适合做成影集的 他应该要是影集 而且因为不同的故事线 这一次的时间轴是不一样的 所以她们透过她们找个demo的历程 去找了很多人 找过很多人 所以那些人也会觉得 我当初情况 她们会提问 那我们观众就会想 就抽丝剥解 就是那种抽丝剥解的过程 说原来是这样 他很像在破案 对对对 因为其实这有一点像是一个未解悬案 然后他们其实就是在这个未解悬案里面 他就是要一个一个去找 就找说你那边有没有版权 没有 那可是你知道哪些事情 我们是不是需要跟大家提故事大纲 好像还是有很多人不知道 大家有看过电影吗 好那我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这部戏 它其实很简单 就是一开始 他们在帮那个歌手阿琳找要唱的歌 然后一开始都不满意嘛 就是什么歌我都不喜欢 突然 就找到了一个demo 阿琳一听 Amazing 阿琳说 就是我的主打歌 我就要这首 我一定要这首 然后呢 这时候就是我们说的新的角色 邵雨薇 这个角色 对 其实这个角色在电影有 只是他电影里面他只是一个跑龙套的 对对对对 但在这里面呢 这个邵雨薇呢 他就必须要想办法找出来 因为他的制作人很不爽 就是王柏杰 王柏杰 王柏杰就觉得你不知道这个demo的版权在哪里 然后你 现在好啦 阿琳要啦 那你去找吧 所以他只好去破这个未解悬案 然后呢 他在找悬的当中呢 他就发现了 这其实是一个 K跟Krim就是一个男生跟一个女生的悲伤的故事 因为这个故事就是这两个人他们都经历了很多人生的磨难 失去了家人 又被母亲抛弃 然后呢 因此他们两个算是凑在一起 一起生活 一起长大 很明显两个人就是非常的喜欢对方 已经超出家人的爱 虽然他们一直用家人的爱在包装这件事情 可是实际上他们两个就是爱对方 那男生心里有一个大秘密 就是他跟他爸爸一样得了白血病 对这个剧情一听就是很像以前韩剧 因为他就是一个韩国的 他其实就是一个韩剧 对 你们先不要管这个设定 因为这个设定虽然老派 但却可以暴击你的眼泪 然后反正他就是男主角这个秘密 他其实也有想过要不要讲 可是他知道女主角就是失去过家人 所以他就选择不讲 对 那选择不讲呢 他要替他安排后路 就他想要找寻适合可以照顾他的人啊 你知道他就在陪着女主角找寻 那个可以托付的人这个过程当中 他会有很多他自己有点情不自禁 我觉得那段很悲伤这样 然后反正呢 他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他也顺利的要把Cream 这个女主角架掉了这样子 最后男生就想要选择默默的离开 然后最后男主角就是过世了 然后女主角还是有陪他走了一程 可是因为其实这两个人内心 都累积了很多的悲伤 然后刚好男生是作曲人 女生是作词人 所以他们两个就算是在男主的生命最后 谱出了一曲 谱出了一曲 谱出了一曲好俗气喔 所以一起写了一首歌 黑歌情人啦 一起写了 对啊 然后就一起写了这首歌 然后这首歌就是阿令姐向重那首歌 对 没错 对 那么其实 故事我觉得 单用听的你可能就会觉得 好像是一个老牌剧情 但是影集厉害的点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透过这个抽丝剥剪的过程当中呢 他会去把这个悲伤慢慢的在你心里加跌 我觉得他最值得讨论的就是刚刚讲到的这一点 也是他的亮点啦 就是说当你生病了 你也没告诉自己的另一半 没错 因为光这个命题就是每个人 只要你的价值观阿 你的个性阿 或是扯到原生家庭的部分 其实每个人的选择是会不一样的 因为不讲的原因是 害怕他可能 失去 对 因为这个是你爱的人嘛 对不对 就是你要不要跟他开口告白在一起 因为他的选择是这样 因为如果是我爸妈 或者是什么家人一定是会讲的 可是这个是还没交往 但这个人就像是你的家人 但是你爱他 然后你到底要不要告诉他 然后你们两个要不要谈这个恋爱 我觉得重点应该是要不要变成伴侣 对 因为我觉得失去家人跟失去家人 同时又是伴侣 我觉得男生考虑的是这个点 就是他觉得让他只是失去家人 或是失去家人又同时失去就是爱人 是双重打击 我觉得这应该是他不想讲的点 对吧 可是今天讨论点应该不能在他的立场吧 你说我们 可是我们 如果站在他的立场 那就可能都会选择跟他一样 如果你都已经在他的立场 你会选什么 你还会选告诉他吗 我还是会选择告诉他 我自己啦 因为 就你觉得他再受一次打击没关系 不是不是 这怎么可能 他恶毒 不然咧 他就是怕他失去人的一个打击啊 是我觉得就是 我觉得很纠结 可是 因为你现在就是站在男主角立场 你就会选择他的做法 你说因为如果你够爱女主角 你就会不自私的不让他承受这个悲伤 我觉得啦 可是 因为我会选择 对吧 那你先撇除掉 你现在就不是男主角 你是太辣本人 自己 我觉得我们要讨论是这个命题 因为如果你现在站在男主角讨论 那我们就讲完了 十分钟就讲完了 所以如果你们两个是男主角 你们就是真的会做跟他一模一样的选择 我如果是男主角我会 但是因为我不是男主角 所以我不会 因为我不会 我就算是男主角 我还是要跟他在一起 就是相爱的人 轰轰烈烈的爱一天 也胜过就是 你知道隐瞒的这件事情 就是我的人生 你不care他啦 不是啦我很care他 没有没有你比较care自己 你懂我意思吗 现在是比较急 care是比较急 就是你今天就是你的 我想要谈这场恋爱 这都不能讲可恶 好没事 我最近看了一部韩剧啊 他也是有在讲这个 反正就是 就是现在有点像是 你爱这个人 你把他放在 你现在把你 还是你把自己放在第一顺位嘛 你的第二顺位才是这个人嘛 你先照顾自己的感受 你才照顾他的感受 你现在设想 你觉得他也跟你一样 想要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 但是你并不知道 他到底是想跟你谈一场轰轰的恋爱 还是 他不想 他其实会很悲伤 你懂我意思 我懂你意思 只是我 我讲一下我的想法好了 因为其实很明显 有很多蛛丝马迹 他知道他喜欢他嘛 就是cream喜欢KK也知道 男主角也知道嘛 所以有80%的成分 确认他喜欢他 可是你有白血病 你会死掉 可是就是因为 如果我们今天是恋人关系 我们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可是如果我们不是恋人关系 这辈子有很多事情 就是我一样会时间到就死 我只能以一个家人 就不是最完美的身份 跟你在一起 度过这最后的时光 可是如果我告诉你 我就是你最重要的人 你也是我最重要的人 我死之前 我们可以一起做很多事情 我也可以陪着你去找后路 可是他会很难过耶 可是我不跟他讲 他还是会很难过啊 我有一天就这样走了 他还是会很难过啊 那他就在那时候才难过啊 他不会在你活着的时候 他不会倒数我的死亡 对 那怎么办 靈魂考文啊 不听 可是我觉得我自己的角度 就面对像有重症这些的题目的话 我会比较看的角度是 我觉得好好的告别 也是一种幸福 就算我今天是女方 然后我的可能周边亲友 有重症 我也是希望他可以告诉我 就是如果换个角度来讲的话 因为我觉得 当你知道你身边的人 是有一个要走的年限 跟你不知道这件事情 你们这一年来的相处 会非常的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 不管是我自己 或者是我周边的亲朋好友 你们就是 真的有发生一件什么事的话 江湘怎么有点想哭 就是希望我帮你分担也好 或者是 我有时候觉得很无助 我真的就是希望 有人可以当那个父母 我不是要拖累你 只是说 像如果我选择跟他讲的话 我就跟他说 我们真的只剩这一年 然后这一年 我们可以就是 以不同的关 不一定要不同的关系 可是我们是可以 慢慢的 更有意义的倒数到最后一天 而不是 当有一天就是 你突然什么都不知道了 就告别 你知道就有点像 以前那个少年拍的奇幻漂流 最后陪伴他的那只老虎 头也不回就离开了 他们其实也没有好好的告别 所以他人生 永远都有一个遗憾 可是其实有时候我会觉得 如果你可以跟一个人好好的 道别的话 他不一定会变成一个很悲伤很悲伤的事情 这个悲伤里面其实加了你所谓的好好 道别的这个幸福 因为我觉得人生最大的遗憾 有可能是没有办法好好道别 因为有很多其实是意外 就突然没了 对 因为我有一个亲戚的那个 就是男方 他真的是突然就生病走了 在短短两天之内 就是送了交互病房 然后就走了 然后女方就是一直不断的说 他还没跟他去哪里 早知道他们说要去干嘛 就是一直想说好忙完再去忙完再去 他就走了 所以我刚刚可能是有点放在 其实如果换作是我是女方 我是希望男生告诉我的 所以我才会 但确实也像你讲的 其实也是有一点自私的成分在 就是我如果是男生 我会希望 我们要尽兴地走完人生的最后这段路 虽然可能这段路只有 只是我的最后一段路 但因为像我的猫咪就是晚完生病了嘛 那其实晚完生病的时候 医生就是有告诉我说 他可能剩没有多少日子了 所以我就 我就是用倒数的方式在跟他过日子 那这段日子里面其实 我觉得我就会做好很多准备 就是我觉得这些事情也让女生 可以有所 让对方有所准备 就是对方不会骤然接受你的离世 因为他最后要承受一份悲伤 跟也许你说他在这中间 从得知消息到你走 他都需要承受悲伤 可是会不会有可能 其实这份悲伤的能量就是这么大 但你在最后一刻知道 你要可能短短的三天内 你要去消化掉这么大的悲伤 跟就也许这份悲伤 还是会带着他继续往下走 但他是孤独的一个人承受的那份悲伤 可是在他得知这些消息的时候 他虽然会非常悲伤 但还好你还在我身边 真的还好耶 因为其实这几 还是在举我猫咪为例好了 从我知道晚晚会死到 就是看医生 然后动手术什么 就在每次这个过程当中 每一次医生告诉我说 你要做好准备他会走了 然后我也是很悲伤 可是当我发现 诶 他好像又可以再多陪我一点时间的时候 我会觉得那个时间很珍贵 我不要再聊 我不要再聊 我真的只要想到他有一天会离开我 我真的就会很难过 可是起码如果真的我今天想过 就是有一天如果晚晚突然走了 我没有遗憾 因为我会觉得至少这段时间 我本来以为他去年冬天就会走 结果他又多陪了我快要一年 那我就会觉得我多得到了一年 如果今天就算我是K 我还是会说 可是也许有自私的成分在 但更多是我希望好好道别 跟可以陪着他承受这一份悲伤 因为有人陪你承受悲伤 总比你自己一个人好吧 就像PS我爱你那样 男生死了以后 他只能透过他生前留下的那些信 去帮助他老婆走出悲伤 可是实际上他就是不在 那我自己觉得最悲伤的就是 当我想要你在这里的时候 你不在 对 因为今天要聊这个命题 所以我也有特别就是跟我 男友稍微聊这一题 然后因为我男友就是会做 跟男主角一模一样的决定 然后我就问他为什么 他就讲这个 他说因为到头来你都会难过 你现在就得知他一年后要走 你就会从现在开始难过 你只需要去分担那个难过 但是从此刻起到一年 你都会非常难过 那他觉得这件事悲伤 只要他自己知道就好了 因为他自己知道一年后他要离开 所以这一年他会很认真 他会自己珍惜跟你相处的每一个日子 而且他希望这一年你都是开心快乐的 然后他因为他觉得 就他离世的那个moment 反正我都会难过 他觉得他不想要我从一年前就开始难过 他不要我难过这么久 我觉得他可能也理解我 所以他会觉得 天哪怎么会这样 聊这集一定会哭 聊这集一定会哭 因为他就跟我讲说 他太了解我 他就会觉得说 我现在知道了 因为我昨天跟他聊的时候我也很想哭 就是因为他跟我讲说 他太了解我了 他知道我如果今天是开始知道了 我就是会假装开心 但是我心里会很难过 然后我又不敢表现出来 因为他就要离开了 然后他并不觉得这一年我会慢慢消化那个难过 他只会觉得我们在每一次相处的过程中 我会加倍那个难过 因为我一直告诉自己说 你以后就会不在了 所以他不希望我承受这些事情 所以他用他的方式去珍惜这一切 他觉得那个悲伤他自己承受就好了 然后等到他离开这个人世之后 就是反正那个moment我都会 还是会难过 可是你知道有时候 对这个有点像把悲伤就是拉出来 然后去分析这件事 可是你知道有时候留下来的人 如果你是突然被抛弃的人 你可能会有很多为什么 或者是你会有很多遗憾说 为什么我当初没有多做一点什么 为什么我没有去发现一些什么 就是你可能会有很多未知的事情 最后因为他走了 所以你这些解可能很难解开 你就只能自己一个人去承受这一份 就是有一种可能会是这样子 所以这个也是另外一个蛮困难的面向 可是我觉得就是如果你得知 然后大概一个月可以讲 你是说剩一个月吗 剩一个月再讲 不是嘛可是 一年前先不要讲 然后拨到大概一个月讲 你还有一个月时间好好准备 因为我朋友他就是陪了他挨末的男友 有一路走到最后 然后这中间他也陪他去看医生 也陪他做化疗什么 然后很辛苦 真的超级辛苦 他也很常po一些他很辛苦的 我朋友陪他男友大概最后两年多 这两年多的时间 其实我们感受得出来 他是很辛苦的 可是在他男友走之后 我们去安慰他的时候 他就跟我们说 其实他很庆幸 他们也一起去了 就趁他还有体力的时候 他们一起去了日本 Oh my god 然后就他也 因为他们是同志 所以他男友也 他知道自己要走了 所以他在跟他家人沟通的时候 他也把他的另一半算进去 告诉他家人说 我如果走了 你一定要让我另一半送我 你们不可以剥夺他伤心的权利 然后所以我就觉得 如果先知道这件事情 其实你有很多事可以做 就好像我之前也带娃娃去看海 然后带他一起去玩 然后买他想吃的东西给他吃 当然因为他生病 他是猫 所以他没有隐瞒我的权利 我一定会知道 可是我说实话 生病的人 其实你根本瞒不住 你突然昏倒了 你要怎么解释 男主角已经无数次昏倒了 其中一次昏倒还很严重 就这个昏倒了 还让女主角也受伤 那这个到底怎么隐瞒 我就觉得不可能隐瞒 那好这时候 你是不是要一直对他说谎 我要一直骗你说 我没事 谁没事会昏倒 就是昏倒是很严重的事 而且一直昏倒 所以我就觉得你要让女主角今天不论他会不会知道 他都得要一直承受一副就是 你到底怎么了 你什么都不让我知道 再来就是他们的互动 因为他们的互动真的就很明显 两个人都喜欢彼此 而且他们自己都知道 可是在这个情况下 你还要故作坚强的 就是因为男生自己其实都克制不住 男生其实很爱他 所以那个爱是已经满出来的 他已经藏不住了 你要嘛就真的man到 你连这个你都挺得住 可是不行嘛 那对方会很多问号 就你会留给对方很多问号 如果你就这样走了 对方会更多问号 然后这个问号 他可能得要一辈子带到棺材里 是 所以我自己的立场 今天就算是这个命题 就今天 因为如果你今天问说好 我今天不是男主角K 然后我自己生病 我会不会跟我老公讲 我一定会讲 我一定会告诉我老公说 我生病了 我们现在就是先规划好财产 这一笔钱留给你用 剩下钱我们可能就去做 我们想做的事 我会开始规划 然后 如果我是生病的那个人 我就会想办法 希望他跟我一起快乐 当然他一定会悲伤我要离开了 可是至少我可以做很多事情 然后要悲伤 我们一起悲伤 因为我陪你悲伤 你会比较不那么悲伤 我觉得啦 因为你男友的想法跟行为很man 就这个行为很man 很man啊 因为我舍不得你哭嘛 可是实际上是 他闭上眼的那一瞬间 你才开始哭 他看不到 他根本就不知道 你再怎么man 你也安慰不了他 真的耶 而且如果此刻你有灵魂 你有多痛苦 你的灵魂 就会在那个现场 看着你心爱的人 魂不守舍 我就很感人 你看那个女生 我看那个mv 我看几次哭几次 因为就是 那个无助 是没有人可以帮你的 所以我们这集就是要说服那些 就是像男主角k的人一样 也不一定是说服 我们提供了另外一个想法 就是你可能以为这样做 对对方比较好 可是实际上没有 因为你真正最man 不是应该要你保护他吗 对啊 就是 我理解 你走了以后没有人可以保护他 因为我觉得今天还可以再讨论一个就是 我们可能站在我们的立场 我们会觉得遗憾这件事情 比悲伤还要来的悲伤 哦 对对对 遗憾才是最悲伤的 比悲伤更悲伤的事 就是遗憾 因为你没法回到过去啊 你追不回来 对 这个就是一个你没有办法回到过去的事情 真的 你就会带着非常多的遗憾 然后继续延续那个痛苦 那些就是觉得说 我不要在这段期间折磨你 我想要跟你相处 每一天都是快乐开心的 这些快乐都会在你死后 变成一个巨大的遗憾 然后这个巨大遗憾就是比悲伤更悲伤的事 所以各位好不好 哈哈哈哈 我们也改变你的相处 各位K 我没有我本来就是不会讲的人啊 我刚才不是讲 我本来就是会讲的人 可是如果你是男主角你不会讲 但因为今天我们这个命题是这样的 因为今天这个男主角本身就是 这是影集里面发生的伤害 因为男主角之所以不告诉他 就是因为女主角本身也经历过失去家人 对 那他可能觉得他也没有把握就是 能够在他生病的这个过程当中 他也去照顾女主角的心情嘛 对 他觉得他宁可找到一个更能够照顾他的人 都比起他你知道他毕竟抱病 嗯 然后他也没办法好好照顾他 然后还要顾虑他的心情 然后不知道他到底就是得知 我他有生病 然后之后就会死掉的话 那他到底该怎么办 我觉得可能男主角是有一点无助的 对 就是他对于自己生病已经很无助了 然后他可能又要去照顾另外一个人的心情 他也很无助 然后他也不希望他难过 对 而且因为男主角其实他自己也经历过父亲离开 然后他的母亲也抛下他 然后他也知道女主角就是一口气失去了三个家人 所以我才说你可以理解 我看完之后我不会觉得 就即便我的价值观是这样 我也不会觉得男主角就是so stupid 你干嘛就是 因为他就是承受过更悲伤的那种感觉 他可能害怕这个这么悲伤的感觉 又要再重来一次 只是说我自己的想法就是 因为既然这个悲伤这么难 而你也真的迟早会离开不管你是什么身份 所以你陪着他承受这份悲伤 我会觉得会是更好 可是如果你们没有在一起呢 因为他们就是没有在一起啊 对 那你会不会就想说 那也希望他赶快遇到更好的人 想办法就帮他介绍 他是这样做啊 可是 你会这样做吗 我还是不会这样做 因为我是觉得男主角 把爱想得太简单了 对 你知道虽然说他们没有在一起 可是他们其实已经是彼此最重要的人 对 就某种程度上是这样子啊 对 所以我就觉得很可惜 对啦 我觉得就是男主角把爱想得太简单了 对啦 而且他也天真的以为女主角 就会因此忘了他或不爱他 也不可能 他会以为我没有成为你的男友 我们就好像不会那么深刻 但其实不是 对一个人的在乎 不在乎这个人是什么身份 那真的就是男主角有点太天真了 就是 对 其实是啊 男主角太天真 他只是有才华作曲 本身蛮天真 他其实才二十几岁 年轻 天真也是合理啦 而且男主角也没谈过别的恋爱 所以他才会把爱想得这么简单 对啦 实际上是这样 所以我才说你完全可以理解他 为什么做这个选择 但是 但我现在此刻我就是知道爱没那么简单 他不是一个 你硬要他去跟一个人约个会 他就可以变成所托终身的人 对 我是觉得大家还是可以思考一下这一题 我们不一定会遇到这个问题 可是我们可能会遇到面临告别 或是面临真的悲伤的事情 其实大家可以去思考 遗憾跟承受悲伤 到底哪一件事情更悲伤 因为如果真的有遗憾 那种遗憾是你 你再也没有办法改变的事情 我觉得那可能会比你知道某些消息 然后去经过一些很痛苦的经历 对 我觉得遗憾会是一个最可怕的事情 对 因为毕竟你看有这么多影视作品都在讲遗憾 对 而且那个遗憾都会 因为这部戏其实最后面把你暴击 让你大哭的都是因为遗憾 都是因为你知道此时此刻这个情境 就是最后一次了 观众知道吗 对 然后他们其实也知道 他们心里也知道吗 然后女生可能也有在很多的互动里面 他跟男生其实那个互动是 有一点小越界的感觉了 所以在那个互动的过程当中 其实两个人的情绪都会变得很浓烈 那我自己是觉得男主角就是 主要也是他觉得如果他当个坏人 就是不爱他了 他就会忘记他 他忘记他他就会去爱上别人 因为一般谈恋爱是这样 没错 你说比较坏一点的分手 就我干脆当渣男 对啊 就是我干脆 我干脆当渣男 然后让你离开他 那他就是忍不住 对 所以这个就是到头来就变成这样 就是他原本想象的很简单 他原本就觉得说 我不爱你啊 我不喜欢你啊 然后有点口是心非 然后女主角初期一直很 我们就是有待上猎人未满啊 为什么不能再 你为什么再靠近一点点 为什么不再靠近一点点 就能绿签收这样子 对但是男主角就 我觉得他是一开始这种心态吧 他就会觉得说 啊我就 我就是不要跟你再起来 我丢人当我干嘛之类的 让你觉得我也没有爱你 我也不喜欢你哦 然后再想办法把你推给别人 让别人来照顾你 他以为这样子女主角 就会爱上别人的这样 对 也可能女主角也 会爱上别人啊 也是有这个好 insisted 对啊 因为女主角是故意讲的一副 我满喜欢他啊 对啊 女主角也是故意啊 所以让男主角就誤以为说 哎呦吕 你好要爱上他咯 很棒哦 跟我计划的一样 所以这就是两个意思 口是心非而言 radical的阶 Superman 真的好乱 好赞喔 好悲响喔 Debat 那么讨论完男主角事情 其实我也有一件 另外一件事情 我其实也想跟你们讨论 就是因为这部戏在最前面的剧情 是男主角得知了自己也有白血病的时候 男主角的妈妈所做的决定就是 把他抛弃 我们可以先解释一下妈妈的背景 妈妈已经先经历了爸爸几十年来的 那个生病的状况 陪伴他爸爸 对 所以妈妈已经有点 尝照到最后有点筋疲力尽 然后现在又要面对他儿子 然后其实妈妈已经有找到新的人了 妈妈才是真的找到新的对象 自己找的 不是爸爸帮他找的 妈妈已经自己找好下一个对象了 那在得知儿子也是的时候 其实妈妈有一点做出了最自私的决定 就是离开他 对 那这里面当然也很解气 女主角会去找他嘛 然后就赏了他一巴掌 王靖在这部戏里面角色 他这个宋圆圆的角色 他本身是一个小伯 就是比起电影他又更疯 他比陈奕涵的版本还要疯 是疯到你们会下巴掉下来那种程度 他有点像那个我的野蛮女友 就是狂打 他一开始一直暴打 暴打范绍勋 就是你一开始也不知道他干嘛要对他这么夸张的暴打 但后面就会解释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解气的就是新的角色 这个邵语威的角色 他叫做安以奇 安以奇 因为我一开始一直叫他安灵兽 哈哈哈 安以奇这个角色因为他本身也是一个未婚妈妈 就是他生下了一个有生病的孩子 他孩子就是演那个亲爱的房客里面那个很会演戏的小孩 所以这个小孩在这部戏里面也很会演戏 就是欠揍的地方很会演 然后成熟到令人心疼的地方也很会演 对 然后安以奇他就是在抽丝播剪的过程当中想当然就是会去找到K的妈妈 然后他就骂了K的妈妈 他大骂了一段 他跟他讲说你是母亲 你不能抛下孩子 反正他就很严厉的骂他妈 所以连王伯杰他主管都吓到王伯瀚 他男生就叫王伯瀚 王伯瀚吓吓到 你怎么可以这样子跟人家妈妈讲话 但其实实际上就因为他算推起吉人 可是我今天是想问你们的问题就是 你们能够理解K的妈妈吗 我理解 我也可以理解 因为安以奇在骂他那个时候 其实安以奇他是第一次经历抢照 因为我一开始也是这样感受 我就觉得因为人家妈妈早就经历过一次 你现在才在round one 对妈妈已经下半场了 而且还在她可以工作儿子自己在家的情况 对所以我就会觉得就是有点不是很成立啦 虽然因为我们都不是母亲 所以也很难在母亲的角色去看这件事情 因为据我所知应该全天下妈妈都会认为自己不能抛弃自己的孩子 对可是其实事实上就是有很多单亲家庭啊 或是孤儿啊 可是还是很多妈妈会抛弃还是 对啊 讲到这 欸布丁可以聊吗妈妈 因为我其实我觉得单亲家庭啊 可是我觉得每个人单亲家庭的原因不一样 因为他们是夫妻真的不和睦 所以这没办法 我可不可以问你一题 对你可以聊吗 你可以聊吗 我可以啊 好那我可不可以问你 那你有没有觉得你被你妈妈抛弃 其实我一直很想 我觉得这个比较适合你 Oh really 你这样想到你其实也是被抛弃的人 坦白说你就是 你从来没有觉得你被妈妈抛弃 可是我不得不说因为她真的蛮可怜的 所以我觉得她离开对她是好事 就你比较成熟 所以我不会觉得 因为我不得不说我看这部剧 我就觉得男主角非常不成熟 你说K还是 K啊 没有啦那个当生 她已经算成熟了吧 没有其实我觉得K算成熟 她哭着拜托妈妈不要离开 但她妈离开她也没有 穷吹猛大 她也没有去跟她说你回来 你回来 她妈还把房子留给她 然后她就乖乖的住在里面 还好啊 我觉得男主角算成熟 不要这样讲少讯 因为我会觉得 因为我会觉得男主角就是 也没办法站在妈妈的角度看事情 因为她才十几岁 她才十几岁 她也才十几岁 所以因为她年纪也很轻 可是你也年纪很轻 你也可以 你小时候 你觉得你妈很可怜啊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么觉得 就是因为她当初离开 其实也有点算是 夫妻失和这样子 嗯 对啊 可是她到底讲到我爸的事欸 没有其实我们想聊的是 你自己的心情 你自己的心情啦 就是因为你觉得她很可怜 所以你就不觉得被抛弃了吗 对 因为我就会觉得 其实我生长过程也没有特别 我觉得一定要有谁 又或者是说可能我其他家人填补了某些空缺 某种程度可能是这样 对啊 就是阿嬷代替了妈妈的角色在照顾你 对啊 所以我不会觉得 以我当时来讲说我不会硬逼觉得我一定要有什么一个爸爸一个妈妈 因为我知道他们在一起很痛苦 而且真的就是有时候会很惨这样 那倒不如大家就是去各自寻找新生活 你从几岁开始得到这个结论 几岁喔 对 应该不是一开始你就可以理解这件事吧 也是二妈离开之后吧 哦 对啊 因为他们经历有点像 然后后来他们都是选择离开 对 然后我就觉得阿 那就是真的有些事是随缘 有些人就是不适合在一起 然后我就会站在小孩子的角度 就觉得阿没关系 那我就是反正他们也没有影响我太多 我就顾好自己跟对我好的家人之类的这样子 因为其实像我第一个妈妈 她可能有试图的想要联络我们 然后也曾经就是透过阿嬷 然后我们有见面这样子 你第一个妈妈就是亲生妈妈欸 不是不是她说的第一个是 第一个是生母 是生母 她不知道第一个 我以为你在讲第一个后妈 不是真的 第一个妈妈就是她妈 她的亲生母亲 因为我把她们当妈妈 所以我就直接因为 因为布丁曾经跟我讲过一个故事 他讲的云淡风轻 但我听了其实第一次是有点震撼 什么故事 你说也是在路上 然后遇到一个女人 然后他们就打招呼还是什么的 然后走了之后你的阿嬷还是姑姑 才问你说你知道她是谁吗 哦对 因为其实那时候已经隔太久了 然后我真的一度没有印象 然后因为你说你认不出来 你说你不知道她是谁 对 就那是亲生妈妈 对那是亲生妈妈 然后布丁跟我讲这故事的时候 我脑袋其实是有点小爆炸的 因为毕竟那时候我也才二十出头 十八岁 其实那时候我才十八岁 其实是脑袋会爆炸 你就会觉得 因为从小我家里就是一个爸爸一个妈妈这样子 所以你就会觉得 家庭好像是长那个模样 可是其实没有 真的随着你在成长的功能当中 你会看到各式各样的家庭型态 就是你会发现 其实没有所谓怎么样的家庭 才叫做最幸福的家庭 因为其实有爱的家庭就是幸福的家庭 因为其实我最后一次见到生母 就是我要当兵前 那时候他们就觉得当兵 可能是一些蛮辛苦的工作 所以就是有希望见个面这样子 然后那时候见个面她就是 是不是还好 对啊 但见个面的时候 其实我那时候她主要是在跟阿嬷讲 因为我觉得真的赤过境迁太尴尬了 我们也没办法真的面对面对话这样子 对因为就是陌生人 可是她还是她其实有犯类 然后说你要小心什么的 然后就给我们红包什么的 就是你可以也可以看出来她的无奈 跟她其实或许她觉得对我是有亏欠的 可是我觉得有时候事情就是回不去了这样 所以今天回到这个命题 就是母亲不能抛下孩子 妈 我觉得在很多但书的前提下 我可以理解那个妈妈 完全可以理解 因为我觉得母亲不能抛下孩子 这句话本身就是一个道德枷锁 因为什么情况下 我觉得要看是什么 母亲当然不能任意抛弃孩子 可是今天你要看这是什么样的情况 因为这个妈妈很显然 K的妈妈就是心里已经承受不住了 所以她其实快崩溃了 她已经崩溃了 因为其实做出这个决定 她妈妈就是崩溃嘛 我长大以后我可以理解 就是人在不同的情况下 有时候会做出 背离社会道德规范的事情 可是她是可以被理解跟原谅的 尤其她妈妈其实一直活在愧疚里面 她妈并没有远走高飞之后 过得很快乐 从某个角度来说 她妈其实还是背着她爸爸跟K 这两个人在生活 其实她妈要承受的东西 其实还是比外人想象的还多 所以我就觉得 也许她妈真的在这个行为上是自私的 可是却是可以被理解的 我觉得这部戏有很多这样的情况 包含她们想要把女主角托付给医生 不考虑一生的未来如何 这也是一个自私的行为 但却是一个可被理解的行为 所以我自己是觉得 妈妈不能抛弃孩子 这句话本身是一个 没有考虑过他人感受 讲出来的一句话 所以也许安苡琪如果 这是她的第二个孩子 你知道吗?她如果前面都经历过一次 很辛苦的长照她还要再下一个 而且长照真的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 因为像我妈在特教机构工作 然后我妈就是每天都在面对这件事情 说她那些学生就是住在机构里面 她的家人就是一年看三次吧 就是放假让他们回家 然后她说确实有非常多家人 希望他们不要回家 因为回家就会很麻烦 他们没有时间照顾她 然后她待在家里多一天 他们就会累一天 然后他们也不知道该怎么照顾她 因为长期下来她就是一直都住在机构里面 其实家人也不知道怎么照顾她 然后我妈妈常常会收到一些紧急电话 就是学生放假回家 比如说过年好回家 结果失踪了 就是 天啊 因为他们可能很多比如说智力啊 什么之类的有一些影响 那家人也不知道要看好她 不准跑啊或什么的 那可能家人平常没有在照顾她 一个闪神就不见了 然后就打来机构说 怎么办我女儿失踪了这样 然后我妈就要联络警局 然后干嘛要找人 掉电视器 所以其实这件事情真的就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觉得也因为这样 我也能够理解说 今天这个角色就是K的妈妈 最后做了这样的决定 做了这样的决定 就这个决定我觉得她是有她自私跟错的成分在 可是并不全然不能被认同 就她不是一个不能被理解 她也没有罪大二级 对我是觉得大家可以 因为我们现在讨论 这边听起来好像真的很悲伤 但实际上影集还是加了很多希望的色彩在里面 因为毕竟人生不会全然都是坏事发生 在戏里面她也会有很多好事 而且这些好事她也不是 盛光那种 而是人生中就是会有好事跟坏事 悲伤的事情发生的时候 其实她还是会伴随着一些希望的到来 所以大家也不用害怕看完影集 你会觉得人生很沮丧或很惭愧 不会让你看完之后大崩溃 所以这个是大家不用紧张 这个只是延伸讨论 我已经全部看完 但是我讨论的这话题就是 其他我所遇到的人生课题 但不是我自己 所以我想听大家的看法 那其实我们这个 我觉得我们这个沉重的话题 我觉得我们就先讨论到这里 但是就再一次 因为今天最主要还是要感谢Netflix 对我们的赞助 然后这部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影集版 我们已经完全看完了 所以在这边就是可以推荐给大家 那么它在10月22号 其实已经独家上线Netflix 它里面会有很多像我们刚刚讲的 电影里面没有出现的全新角色 所以就是推荐大家 那么大家应该也很关心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歌 主题曲的部分 毕竟当时阿灵那首歌可是传唱就是 大街小巷 好俗气喔 KTV 就是对 就是阿灵当时唱的那个有一种悲伤 非常的感人 那这一次最新的这首歌最悲伤的是呢 我觉得它换了另外一种情绪 然后让你体验另外一种感受的悲伤 我觉得也很值得去听 那它现在就已经在各大音乐传流平台就可以听到 你基本上搜寻最悲伤的事 或搜寻阿灵 你就可以找到这首歌这样子 也谢谢你们收听今天的节目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咯 下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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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